前两天利用这个披萨豆做了生煎包 做了油条 效果非常的好 有一些朋友也问我在哪里能够买到这个披萨豆 其实在一般的这个grocery store里边 你到那个bacery的那个专柜去问 他都有的卖的 那个时候我买的是一小袋一小袋分装的 16盎司 2块9毛9 最近我在这个Sams Club里边查到了 他一买是这一大箱 24块钱 里边有很多 现在我们来给他开个箱 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的 划算不划算 打开以后是这样的 是一个一个的这个 已经发酵好的这个面饼 扁扁的 他的本意呢是给人家拿来就是直接化 就是化冻了以后让他在那个室温里边 他自然的会发酵起来嘛 然后人家可以直接就在上面摆上一些tops 这些东西的就做成了这个披萨了 但是我们把它拿来是用来做油条啊 或者是做这个生煎包子的 经过一个晚上静置在这个室温底下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 你看他发起来了 你看 你看表面这个孔 这个还是在塑料袋里面的 我现在是在沃尔玛里边 在这里呢你也会找到披萨豆 你需要到他的这个冷冻柜这里去找 你看他同样是16盎司 他就卖2块4毛8 他比我在那个local的这个brocery store里面买啊 还便宜一点 他这个冷冻的呢 你买回去摆在室温底下 他慢慢的就发起来了 然后另一个地方 你能找到新鲜的披萨豆的地方 在沃尔玛里面 是要到这个卖这个披萨的柜台里面 他会放在这儿 1块7毛8一个 已经卖完了 他所谓新鲜的呢 其实也就是把刚才那个冷冻的拿出来啊 就摆在这儿 他自己就慢慢的发起来了